大家好,我坐巴士在廣州文化公園 接上106号车的巴士观街径 现在由廣州文化公園向西往沙 然后由珠江隧道穿过珠江去到方村的花地大道 现在我在文化公園站 今天天气也是有陰陰雨,渐中有雨 渐渐不太大,但温度也很高 现在向西 这边是文化公園站 是地铁6号线和8号线交回 地铁6号线一直向西往沙 这是镇海路 之前拍的106有一段有些重复 为了完整一点,所以一段放在前面 就是镇海路,这是花公園 镇海路是南北鹤,南接近桥和内南路 上面这座高架桥是上仁文桥 这里开始是六二三路 这里是宾电子城 这里有一个文化公園站 这里有很多出口,这里有其他出口 如果乘搭地铁去沙面 最方便就是刚刚二三路的文化公園站 出来就过行过,六二三路 对面就是,现在我的背面就是沙面 这里有一个电子 很多市民都担借的 这个站是623路的公交旅站 这个路口是18岁南 这里有很多海味的干火土和中草药 中药材 这个是一个牌子 基本上是疫情期间的 特别是在公共交通工具 必须戴口罩 上公交车去地铁 入商场 如果不戴口罩 这里会有人打招呼 这里是一间医院 这里是朱基路的路口 这里有很多药材的店铺 海肝货、海味肝货、中药材的店铺 这里有很多 很大规模的一个批发明秀的市场 这个是大同路口之前拍过的 刚刚近了这里 这里是领展革命中心 几年前不叫领展 领展应该在大概一到两年前 收购了商场 除了这间 还有珠江新城 那边有一间叫太阳新天地 都是领展收购了 都是这几年一两年收购的 现在就在上了高架桥 应该在湖船处 大家可以看到领展的今天商场 很大 六、七层 里面有很多食市 都挺旺的 感觉上领展收购了 以后就忘了很多 这里是仪苑 很有名的 以前的文具批发市场 就是这里 现在应该就 不再是文具批发了 应该过了其他用途 现在就在这里转 一个回旋处 应该就转到珠江隧道 现在运行过来 然后再转到珠江隧道 因為隧道兩邊太近了 所以我把鏡頭轉到車廂裡面 現在這部車是106號線的公交車 由錦城花園開村到方川茶教路 可以看到現在是隧道下面 珠江隧道有時候會叫做方川隧道 以前方川比較遠 隔著珠江 自從開了隧道以後 加上在好珠區那邊有橋 整個方川不覺得太遠 加上現在方川就立入了荔灣區 方川也叫荔灣區 現在我們上來這裡 這裡是花地大道 荒村最主要的一条主干道, 花地大道, 花地大道北 荒村的感觉还在建设, 旁边有很多围币 这条应该是荒村大道, 稍为东西向 荒村大道, 现在继续在花地大道, 向茶教路总习的方向 来到这里感觉雨大了一点 太一能系, 荒村合飘远 这里是花地大道 我之前没有来过荒村这儿漫步 以前来多数都是开车, 乘地铁都少些 需要常 savoir是这个家里 因为荒村其实是很多值得走的地方 以前来多数工作时间都是花蝦市场 多数是在花铁市场,在那里逛逛,看东西 多数是驾车,地别都很少 新村,日豪文化广场 这次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多谢观看